习近平当然他的讲话非常受到瞩目了 他讲了很多 我觉得院老师应该特别会理解 习近平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很多领导人的这种谈话 大家看不太懂 对不对 好像很华丽 官室文章其实不是 看懂的话你就会发现 他的信息含量很大 他宣布了八项行动 八项行动里面 我们把文件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都有逐字稿 所以大家看到 这是在开幕式上的一些主题演讲 当然我们红笔画出来的是一些 这个比较亮的一些金句给大家看 他说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协议进入了公笔图 有没有 前十年是个大协议 但现在是公笔画 细细的描述 这个文件的人真的造物非常高 我真的觉得写得很好 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 懂了吗 所以这个十年峰后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回顾过去 矫程积单 有哪些一字摊开来 数字给大家看 另外一个大家就会问说 那你下十年你要做什么 所以习近平就告诉你 前十年叫做大协议 后面是公笔图 然后说什么呢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 中国好世界才会好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的 两岸好台湾才会好 台湾好两岸才会好 基本上这是中国的主张 一定要世界好 中国好 大家一起好 对不对 就跟中东那种你死我活 就跟美国的那种单极主义 就是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习近平说共建一带一路 注重的是众人食材火 众人食材火焰高 对不对 互帮互惠走得远 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 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所以别人过得好很重要 跟自己过得好一样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 他宣布八项行动 八项行动当然很长了 节目中不可能一一的 这个网上都有完整的文件 大家自己去看 但是有一个我们注意到了 习近平承诺要创建一个 思路电商的合作先行区 不只是一带一路 什么思路 现在更高一阶 电商什么绿色数字 数字经济大陆的强项 对对对 思路电商 然后目标已经出来了 每年会举办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然后数字也出来了 未来五年 2024到2028 中国的货物贸易服务等等 累积到32万亿美元 5万亿美元 数字目标都出来了 还有具体 那有些国家没有钱怎么办 来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各设立3500亿人民币的 融资窗口 思路基金也新增加 800亿的人民币 然后这些高峰论坛举行的 企业家大会也已经达成了 合作协议 金额是927亿美元 另外还有这个1000个小型的 民生援助项目 你看到具体的数字目标 全部出来了 这信息含量太大了 来 岳老师解读一下 好 你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是十年有成 从2013年的时候 当初叫做一带一路倡议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还不太解 不太了解 那时候我跟富丹大学的一个 富丹大学哲学院的一个院长 我们在一块聊天 他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话 这个口号很响亮 实际上落实非常困难 大陆已经投了3万亿了 到目前为止 我讲里面要做的事情 要说一个重要的概念 前不久大陆发表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宣言 那个时候我就发觉说 他在替什么东西预热 因为觉得人类共同体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帕 不要说人类共同体 就是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鱼金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就是出现 人类共同体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们基本上讲的就是说 第一个 大家人类以合作为原则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 这是孙中山讲的话 这个一带一路 基本上就是强调合作 所有都强调合作 第二个的话 中国共享基建 你说中欧班列什么的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中国的话就是能够沿路下去 因为为什么我要提到中欧班列 因为前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G20会议的时候 由印度出来 也搞了一个印度版的 这个中欧班列 对不对 而且还要经过以色列 现在一下搞砸了 现在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对吧 也是搞砸了 但是你因为美国版 美国现在这种态度 跟这个要圈过多少个阿拉伯国家 那这个谁愿意给他搞的 对不对 那中国这边本身的话 基建 你这个让班列 一带一路真正的好处 就是海上思路 那是走港口 瓜德尔港 希腊的港 什么到汉堡港 这些都很多港口 那另外内部的话 主要就是这个铁路 这个铁路的话 你要有个基础 建设的基础 你就是说你这个高铁很行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大陆的数字化的科技 要共享啊 因为我现在我坦白讲 你那个在大陆上的数字化科技 他们早就卖到外国去了 衣服也卖到外国 日用品也卖到外国 什么西印啊 或者说什么京东啊 或者说什么淘宝什么的 通通都出国了 那这下的话呢 整个市场上 都是用电商来做事嘛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整个一带一路成功的基础 就是在于商业的利益 大家要记住 康德说过这句话 就是说世界要保持和平 一定要充分发挥商业的精神 这实实在在的好事 对啊 这个是实事求是 就是说你有利可图 那就会努力促成 你无利可图 那你就放弃 这个就不用打仗了 如果说你用剥削的 如果压制的话呢 那你要以武力为后盾的话 那是成不了事 所以这一次 一再一路开幕的时候 昨天开幕 来了140多国 我算了一下 这个世界上一共180多国 40多国跟着美国走 140多国跟着中国走 所以说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说美国的秩序 如果一旦垮掉以后啊 那这40多国 不晓得何去何从啊 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有140多国急忙的报名 来参加一带一路 对 所以就是这个几点震撼 这个切入的面向很多 有限的时间当中 我想这个院老师 在拉到这个至高点 这样一讲 大家都懂了嘛 之前我们看到一带一路 讲得很模糊 什么这个合作啊 互惠啊 大家就在唱高调 但是十年之后 你再看到 像亚望高铁啊 好像各式各样的一些 这个中欧班列啊 就突然懂了 它所谓的这个合作互惠 是什么意思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